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高兴死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3.5万字,我会用大约25分钟的时间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如何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生活,抓住每一个快乐的瞬间,让那些光芒照进黑暗的日子。 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风风雨雨,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人生低谷呢?消极悲观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生活,切入事物的另一面,面对生活的历练也许会给您更丰富的人生体验。 在这个苦难的过程中,疯狂的抓住并享受开心的瞬间来回击那些苦难,让每一个恐怖的时刻转化成为今后笑谈的回忆。 我们活在尘土里,有时候尘土以完美的方式,构筑了生活的一砖一瓦,有时候呢,尘土硬生生的闯入生活,把一切都变得昏暗模糊。 当我们别无选择的时候,只能勇敢的继续走向前,穿过迷雾就能见到阳光,只要不被摧毁,我们就更加的坚强。 高兴死了是一部激发个人成长的感人作品,珍妮从小与抑郁症、焦虑症等多种障碍症抗争。 2010年,他开始写博客,开始讲述自己与这些灾难并魔朝夕相处的故事,从此改变了他观察生活的方式。 他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发现乐趣,并用幽默的方式真诚地将这些事情讲述出来。 他疯狂地收集每一个快乐的瞬间,用它们回击每一个糟糕的日子,在人生的风雨中,他拼力地拯救了自己,同时呢,也帮助了他人。 本书的作者珍妮·罗森是一位美国记者、专栏作家。 他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及多种障碍症等疾病。 他大胆地将自己与孤独、痛苦相处的故事汇集成这本书。 他的幽默与真诚带给了读者不可思议的欢笑与感动。 本书用快乐席卷美国并揽下了许多奖项与榜单。 美国图书馆协会评价,这本书完事不恭又非常真诚,令人狂喜也感人肺腑。 充满洞见与本质的看法,推荐给所有的公共图书馆。 目前珍妮有三部文集,均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揽下了许多奖项与榜单。 特别是高兴死了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首,在美国鼓励了数百万人,并收获了千万读者的赞同与共鸣。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呢,那么下面我就来为您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谁都会有人生的低谷。 第二个重点是,只要换个角度去观察生活,您就会发现处处都有快乐的瞬间。 第三个重点是,拼力走出黑暗,又见阳光,您就会更加珍惜拥有光明的每一天。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内容,谁都会有人生的低谷。 珍妮是一个高功能抑郁症患者,不仅有自残的冲动,还伴有严重的社交焦虑症和偶发的自我感丧失症,也就是感觉自己彻底脱离现实生活。 她的强迫症和拔毛屁呢,让她经常有一种想拔光毛发的冲动。 躁狂症也时常袭来,她自身免疫力差,并患有肋风湿性关节炎。 一直以来,她的焦虑症就经常发作,最早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医院实习考察中,她看到医生拿出的血液标本后,昏厥了过去,这又开启了她的白大褂综合症。 后来呢,一看到医生的白大褂,她就会昏厥。 正常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这点事儿也能昏厥吗?像是一场夸张的表演呢? 其实呢,这是一种心理疾病。 抑郁症及伴随的多种疾病,让珍妮特别敏感而且古怪,她经常跌入黑暗的人生低谷。 每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 我们本期文稿的作者山果花呢,也发现了轻度的抑郁症,神经脆弱,最怕受到突然的刺激。 她曾经惧怕黑色星期五,因为读高中的时候,一个周五下午的语文课上,突然被老师点名,大骂一通。 极客呢,在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失忆,至今也想不起是什么原因。 从此呢,就恐惧上周五的语文课,而后呢,发展到每星期五吃过午饭,就心慌,恐惧,做什么事都胆战心惊。 这种症状啊,伴随了她好多年,直到生下孩子那年坐月子,忙碌着忘记关心事星期几,黑色星期五才渐渐的消失。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些与抑郁症相生相杀的作家们。 2017年4月27日,年仅26岁的台湾女作家林亦涵因抑郁症在家中上吊自杀,令人惋惜。 她的自传题小说《房思琦》的《初恋乐园》出版了。 从书中我们读到了,是她补习班老师的右肩,使她陷入了抑郁的深渊,始终没有摆脱抑郁的困扰,最终选择自杀。 似乎抑郁症更容易靠近作家,也许呢,因为他们有着丰富的情感,有更为优重的思虑和敏锐的神经。 其实啊,古往今来,许多知名的作家都与抑郁症纠缠不清。 抑郁说是一种病,其实呢,是一种情绪,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并学会与这种情绪相处。 爱国诗人屈原,最终还是宁父相留,葬于江鱼之父。 很多文学大师各个天赋异禀,终究没有掏出抑郁情绪的困扰。 有的人呢,因此而选择离开了人世,有的人呢,依然坚持抗争,学着与之。 和谐相处。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以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而荣获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她内心经受着剧烈痛苦而复杂分成的变化。 小说中老人的内心独白也是海明威一生的写照,是抑郁。 像一张无法挣脱的罗网,将它紧紧的缠绕,最后她用猎枪结束了自己拼搏的一生。 影视歌多期明星张国荣因为患抑郁症20年,选择在2013年愚人节这一天,结束了自己47岁的生命。 她在1987年的自传中写道过,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世界更加不满。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症》中说,忧郁症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常痛苦的沮丧,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丧失爱的能力,自我评价降低,以至于通过自我谴责来加以表达。 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甚至会虚妄的期待受到惩罚。 然而抑郁症惩罚的终极体验就是死亡。 据专业机构统计,目前中国重度抑郁症患者自杀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出20倍。 珍妮从小就患有抑郁症、障碍症等疾病,多少年来她都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理解着生存与生活的本质区别。 抑郁症定期袭来,而焦虑症长期虐待着她,她尝试了各种缓解症状的日常方法后,却无济于事。 在绝望中,她特别的愤怒,为生活向她扔出这种根本接不住的弧线球而愤怒,为人间悲剧的分配,看似如此不公平而愤怒,为自己没有其他的情绪可以用来表达而愤怒。 无奈中,她开始写博客,用这样的文字表达和疯狂思考写下了一篇博文,从此改变了她观察生活的方式。 这一篇博文由于纯粹的愤怒,她想要疯狂的高兴起来,她提倡掀起了一场名为高兴死了的运动,这场运动带给了她强烈的快乐感。 在人生的低谷别无选择的时候,她只能继续向前,抑郁症帮助她探索情感的深度。 珍妮认为,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已经为感受极端的情感做好充分的准备。 她们以一种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感受极端的喜悦,这就是高兴死了的真谛。 这样的局势里如何正确地分析自己的状况呢? 面对抑郁症,珍妮开始尝试。 当一切正常时,抓住机会,创造惊喜,来定义自己是怎样的人。 享受生活,当痛苦宣战时,带上曾经抓取的快乐,投入战斗,为生存与一切抗争。 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不想被公布于众的古怪特质。 也许是秘密,也许是忏悔,也许是无声的恐惧。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低谷,那份灾难,疯狂或戏剧性。 对待可怕的事物,用不同的方式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人生低谷,消极痛苦,只能让情绪更糟。 不妨像珍妮一样,试着换一种方式对待,学着与之和谐相处。 好了,上面为您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谁都会有人生的低谷。 只是抑郁症患者在与病痛纠缠对抗的战斗中,他们很容易陷入黑暗的局势。 有的人因此选择离开人世,有的人依然坚持抗争,学着与之和谐相处。 说完这个呢,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只要换个角度去观察生活,你就会发现处处都有快乐的瞬间。 珍妮用幽默来扭转糟糕的局势。 珍妮的博文记录着她生活中的精彩瞬间,是她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生活。 抑郁症让人的思想更有深度,想象力更丰富,经常有精彩的瞬间闪现。 好多写作的人呢,多少有点抑郁症,因为他们需要丰富的情感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纹丝泉勇的才华。 珍妮在失眠的夜晚思想活跃总会有一些绝妙的主意,她都记录在手机里,抓住灵感的瞬间,作为她写微薄的素材。 你的苦难没有太多人在意,别人更关注光鲜亮丽,人们选择抓取幸福,享受美好的时光,从来都不是浪费。 珍妮注意到取药口有盒小狗饼干,正心思为什么狗饼干会在这里呢,却目睹了配药师白大褂吃狗饼干的情景。 她一心考虑白大褂为什么会吃狗饼干呢,她从这个角度观察白大褂居然没有昏厥,从而治愈了她的白大褂综合症。 珍妮曾经充满恐惧,不想自杀,可是又无法控制。 她观察浣熊标本罗里,手臂断了修好,坏了再修好。 罗里有破损和缺陷,但是依然把欢乐和笑声带入珍妮的生活。 浣熊成为了她人生的榜样,所以呢,她努力抓取每一个快乐,活在那些时刻里,认定为生活而斗争是值得的。 珍妮不止古怪,还有精神疾病,社交焦虑症。 但是她学着接受粉丝,他们的友好和理解成为了珍妮的定海神针,让她在不熟悉的正常人队里能够保持着镇定。 不自信的时候,朋友鼓励她假装自己很擅长,进入角色,她真的变得很擅长了。 有时呢,困惑只能让你对自己生气,如果鼓起勇气,绽放笑容去经历,享受本来就有的能力,坚持勇敢去实践,总有一天你会真的很擅长。 一年冬天,珍妮出差在酒店,失眠焦虑和疼痛让她无法入眠。 半夜她独自走出户外去光脚踏雪,雪地里留着她的脚印,一只又小又清楚,而另一只模糊着,脚后跟上还留着几滴鲜血。 珍妮意识到这是她人生的隐喻,一边光彩明亮,充满魔力,总能看到事物好的一面,总有好运才降临。 而另一边呢,浑身是伤,跌跌撞撞,永远跟不上现实的脚步,这就是她的生活,一半洁白,一半鲜红。 她很擅长疯狂,是精神疾病送给了她一个充满魔力的时刻。 如果不是失眠,焦虑给她疯狂,在半夜里她永远不会醒着,去享受不眠之城,在冬季披着冰雪进入梦乡的模样,而正是因为发疯,让珍妮变得与众不同。 珍妮喜欢在生活中制造一些神秘的气氛,丈夫维克托送给她的礼物,一个黑熊脑袋标本。 她把熊脑袋藏在维克托办公室的门外,看上去像是黑熊在窃听机密。 有时候呢,她头顶着熊脑袋快速地通过屋外的灌木丛,开车路过的人以为这是熊出没的地方。 拿着熊脑袋的标本做恶作剧,珍妮逗着自己熊开心。 童心未敏,在她有阳光的生活里,制造更多的快乐瞬间,以被人生低谷时抵抗糟糕的黑暗日子。 珍妮说,从某种角度上,我们每个人都受着控制。 一些人依赖酒精和药物,一些人靠着性和赌博,一些人通过自残,生气或害怕。 还有一些人呢,随身带着她的小恶魔,大肆破坏他们的心灵。 砸开装着痛苦回忆,落满灰尘的旧箱子,任记忆的残余,四处传播。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珍妮要寻找快乐的方法,她有阳光、维生素、散步、旅游、阅读、听音乐。 对,尽情享受着当下不算糟糕的时刻,因为糟糕的时刻经常会来临。 去掉隐瞒,诚实地忍受,做真实的自己。 虽然有缺陷,但你就像佩戴着荣誉勋章一样的显露你独特古怪的气质时, 你会由此获得某种骄傲和自由的感觉。 害怕失败是一件好事,只是一个完美的人生,无法描述真实的情感。 珍妮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增长, 这让别人感觉他们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挣扎。 也许有过同样的遭遇,分享出来了你就没有那么孤单了。 避开对自己不利的争论就是放手, 明明会不利还去挑逗就是在找别扭, 没有人能够对于挫败感无动于衷。 所以,保持轻松快乐,有时可以推卸点责任。 因为超重,珍妮认为是地球需要减肥了, 因为离地球表面越远,重力会越小, 体重就会越轻,只是他待的地方不够高而已。 丈夫维克托说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 转移地球的质量从而让体重变轻了。 焦虑症更需要推卸责任, 你不必再为别人的观点愚蠢行为负责。 多虑症的焦虑其实就是你自己想多了。 当珍妮为自己的相貌问题困扰的时候, 祖母曾经说过内在更重要, 于是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运气最好的部分, 应该被藏在身体里最内在的地方了, 那应该是骨骼, 他拥有世界上最优雅的骨骼。 内在更重要, 人们赞美灵魂, 古老的美丽的完美无缺的灵魂。 其实灵魂根本看不见, 灵魂是挺不错的, 只是似乎被高估了。 然而我们扩大一点赞美的范围, 不会带来伤害, 何乐而不为呢? 他的好友卖力认同内在比外在重要, 并自豪地说自己的子宫一定很华丽, 为他造出了几个喜欢的人儿。 当我们的视力逐渐变差, 看东西边缘有点柔化, 世界看起来似乎会更美一些, 真你感觉视力与年龄 最后会达成一种美丽的默契。 你的年龄越大, 你越不想看清楚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 对于女人为了美是舍得花钱的, 争嫌恐后地去美容、 微雕、整容, 但有时整容是花钱换来的另一种缺陷。 珍妮的朋友做了眼部拉皮手术, 眉毛变成了一高一低。 朋友问她是否明显, 珍妮认为不明显, 只是这样看上去你总在思考中, 深情、忧伤而又充满了智慧。 她从另一个角度完美地给出了对缺陷的幽默表达。 只要你寻找, 就会发现处处都有快乐的瞬间。 同样可怕的事情, 你转移注意力从另一个切入点进行思考, 就可以卸下太多的负担。 多些幽默能扭转局势, 一样的日子却多了享受开心的瞬间。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下面来为您说一说最后一个重点, 拼力走出黑暗, 又见阳光, 你就会更加珍惜拥有光明的每一天。 当一个人拥有了其他人都拼命想要获得的天赋, 人们很难理解他的压抑或焦虑, 所以在这一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其实是最糟糕的时刻, 他的焦虑和压抑会随时跳出来, 正如一代喜剧大师卓别林给全世界人带来欢笑, 他本人却是严重的抑郁症。 你必须学着接受一个事实, 能够鼓励你的事情, 和别人说的应该能带给你快乐的事, 是非常不同的。 要和适合自己的方式相处, 和谁比较让你心里舒服, 你就多跟他比较。 珍妮和伽利略进行比较,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伽利略很厉害, 可是他连一把勺子也没有, 因为他已经死了。 可是珍妮还有很多把勺子可以使用, 来享受生活中的惊喜, 他要珍惜有生命的光明日子。 书中的勺子理论指健康人有无数把勺子供他们使用, 一把勺子代表完成一项任务需要的精力, 这样看我们都比伽利略好, 因为他已经死了, 而我们活着, 每天都有好多把勺子。 珍妮在发病时无法与外界互动, 她的恐惧症甚至让她对自己产生了好奇, 她的焦虑症让她别无选择, 但是她相信一切终将成为过去, 她要把每一个恐怖的时刻转化成为今后谈笑的回忆,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欣赏人生。 艰难的走过黑暗, 感受更多的成长空间, 珍妮也享受了许多人无法领会的生活之美, 每个瞬间尘埃吸收了阳光, 发出耀眼的光芒, 是丑陋与灰暗, 用一种恰到好处的方式展现着美丽, 她以碎片的姿态闪现光芒, 最简单的事物里有奇迹和欢乐。 这就是人生的写照, 不完美的人也总有灿烂的时刻, 认识自己的价值和对事物一样, 完全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 学会与自己和谐相处, 珍惜和家人的相处。 女儿海莉很优秀, 是珍妮的骄傲, 但是她总会被自己没有经历做完美的母亲而感到尴尬, 人身上的裂缝污垢, 让她无法正确地认识自己做母亲的角色, 珍妮一直在自己的心里挣扎, 有时候我们才是自己的敌人, 是她多虑了。 人人都夸赞海莉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乐观的性格, 根本没有她在这个年龄的焦虑和胆怯, 其实父母对培养孩子乐观性格上影响是很小的, 孩子身上的优点很少是因为父母的教导而得来的, 更多的是因为你没有挤掉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些随机的东西, 是这些东西让孩子变得更加优秀。 好多做父母的都想知道, 他们能有多少本领可以打包进孩子的生活, 他们不停地为孩子报各种培训班, 把自己的想法硬塞给孩子, 通过海莉的健康成长, 珍妮认识到孩子是自由的, 他们有责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其实父母时间也很宝贵, 做好自己即是孩子的榜样, 孩子完全了解你, 简直超乎出你想象的了解的程度。 丈夫维克托是一个优秀的善解人意的婚姻伴侣, 疼痛使珍妮变得尖刻又暴躁, 维克托从来不放弃耐心和付出, 鼓励着珍妮战胜一次又一次黑暗日子的折磨, 一如既往的期待着一起面对那段未知的疯狂又快乐的未来。 终于让珍妮坚信, 只要不被摧毁, 我们就更加的坚强, 去享受从丈夫那里将能得到好几顿的幸福。 她不再为自己的抑郁症内疚, 就像接受自己棕色的头发一样。 她在博客中公开自己与苦难对抗的挣扎, 拯救了无数曾经想要自杀的人, 让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谈论自己的挣扎, 这让珍妮相信自己有足够存在的价值, 也拯救了她自己。 有些人更加真爱珍妮, 正是由于她的疾病, 因为人们认为包容别人的缺点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你会因此有机会包容你自己的缺点, 并认识到正是那些缺点让我们有了人性。 珍妮的博客将继续携手那些在战壕里, 在黑暗中同行的人, 和那些在阳光下行走, 却伸手进黑暗里拉着你, 陪伴你一起走的人, 一起抗争人生的痛苦, 直到走出黑暗。 在阳光下晾干自己, 再伸手把黑暗中的战友拉上岸, 珍惜每一个光明的日子, 一边斗争一边成长。 尘土是生活的隐喻, 尘土和生活是天生的一对, 有时候尘土以完美的方式, 构筑了生活的一砖一瓦, 有时候尘土硬生生的闯入生活, 把一切都变得昏暗模糊。 我们看自己的人生, 会看见幸福的标记, 也会看见低谷时悲伤和不幸, 这让人生的幸福和狂喜会更加甜蜜。 好了,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谁都会有人生的低谷, 只是抑郁症患者在与病痛纠缠对抗的战斗中, 他们很容易陷入黑暗的局势。 我们看到了抑郁症相生相杀的人们, 有的人放弃了生命, 而有的人在与之抗争中不断的前行。 珍妮用文字表达和疯狂思考写下了第一篇博文, 从此改变了他观察生活的方式。 其次我们讲到了只要换个角度去观察生活, 你会发现处处都有快乐的瞬间。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生活, 治愈了他的白大褂综合症, 从别的切入点思考问题, 在生活中制造一些神秘的气氛, 用内在更重要来扩大一点赞美的范围, 接受不完美的事实, 能抓住每一个快乐的瞬间, 减轻焦虑症的负担。 珍妮用幽默来扭转本来糟糕的局势。 最后我们讲到了从黑暗的壕沟中走来, 会更加珍惜每一个光明的日子。 珍爱生活要和适合自己的方式相处, 和谁比较让你心里舒服, 你就多跟他比较。 珍爱家人对于孩子给他的是自由, 他们有责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珍爱生命经过低谷时悲伤和不幸, 才感觉人生的幸福和狂喜更加甜蜜。 高兴死了, 只要活着, 就要让自己疯狂地高兴起来, 不仅为了拯救自己的人生, 更为了构筑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内容就到这里,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 听书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